投掌您昨天就说先跌先涨 果然呢 我们的股票都涨起来了 先前跌深的像是莱洁 今天盘中就涨了 5% 光洁呢也涨了 4% 还有智元 今天盘中也有 3% 的涨幅哦 您标题说 不要怕 只要信 这什么意思 我要告诉大家 台湾股市的走是怎么走 不要怕只要信 信什么 相信什么 而且我要独家告诉你 连电的法座位 它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明天连发科的法座位 好多股票如我所料的 先跌 它就先涨了 一些独家标股 台湾股市 为什么下不去 为什么这个时间你会特别痛苦 我从心理学来告诉你 这些独家的想法告诉你 不要怕只要信 台湾股市 还有机会晚上冲完掉 真的吗 大家好我是一会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4月27号 台股上涨36点 说在15411点 因为微软跟谷歌的财报 开出来优于预期 带动了美国科技股的上涨 NASDAQ跟费办都收红 但是呢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的存款大流失 导致股价连两天大跌了64% 引爆了银行业的爆雷隐忧 让标普跟道琼都纷纷收黑 而台股今天则是以小涨36点作收 后市盘是怎么看呢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 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 常常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好 投资长好 大家可能今天不习惯 我今天那么早直播 或者会不会等下 超过40分的时候 才有人进来的时候发现 诶 这只剩已经播一半了 没关系 我们还可以继续看重播 你说来 好 投资长今天台股涨 真的就像您标题所说的 不要怕只要信 因为您昨天就讲说 其实台股关股市 就是在15200点到15900点 他从从一年过后 他就没有改变那个趋势 他就慢慢的走 像我讲的卡字嘛 是不是 他就卡卡的 就卡在这个区间里面 是不是 所以先上后下 先下后 展示持续的反复着 好 你去说 来 是 您昨天在节目当中 盘中也有提到说 先跌 先涨嘛 是 所以之前呢 跌升的股票啊 今天都涨起来了 像我们的双结棍 哼哼哈翼 今天也满血富豪 是啊 满血富豪 对啊 像光洁今天盘中就涨了4% 还有来劫今天盘中也一度涨了5% 还有呢 之前大家好担心的致源 今天盘中也有3%的涨幅 另外像玉创跟爱普 今天盘中也有超过2%的涨幅 表现都很不错 那想问投资长 就是下礼拜一 大家就是劳动节要放假了 那台股要休息一天 明天会出现所谓的变盘行情吗 明天如果照理说是要卖牙 比较重一点点 如果明天有涨那就好事了 好不好那就好事了 好不好 因为年价钱就像我之前说的 年价钱他应该 如果有机会涨 甚至创新高 明天不太敢创新高 创新高在15900点那边 所以投资票 明天只要涨我就觉得很棒 因为在这礼拜二 他是莫名其妙的跌 你要搞清楚他是莫名其妙的跌 真的莫名其妙跌 如果你明天就算涨100点 我觉得也很正常 可是明天如果照理说 如果明天要不是年价 我去涨100点很正常 如果明天还能涨100点 那行情真的有没有你想象那么差 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讲话同时中 那个韩国股市对不对 今天有点开低走高 我来看一下韩国股市 来来来 因为现在韩国股市来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看看韩国股市 看台湾股市先涨0.23点 对不对 这K半是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韩国股市有没有 K半是什么 下影线直接急拉 对不对 刚才涨到0.5% 所以韩国股市 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差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韩国股市 这台湾股市 韩国股市现在拉起来了 对 他也是先跌 怎么样 先涨 这一个代表性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一直讲 韩国股市在这边 你看这边是有一条线 他刚好在前波高点颈线位置去 有没有 需要我再画吗 我要帮你画 也是可以啦 来来来来 帮你画这颈线 我有点粗 好啦 帮你画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前波高点颈线 那你看台湾股市颈线哪边 台湾股市颈线 不是你说颈线啊 如果是高点颈线 是 在这边 他早就跌破了 对 那台湾股市为什么要这么弱 他不应该这么弱的 等于韩国股市在这边你知道吗 韩国股市现在在这边位阶 他上去了 再下来 他现在韩国股市在这边位阶 可是台湾股市在这边 所以台湾股市本来就有反弹空间 这是最简单的 你去解任何技术分析 都不来 都没有比得上 我跟你讲国际股市的位阶 我先记清楚好不好 国际股市位阶 等我一下 我手机要这样 解锁一下 随便帮你看一下韩国股市 所以台股市太委屈了 韩国股市大概涨0.44% 是不是 你说什么 台股就是太委屈了 就像同一年之前说的 委屈 有点委屈 我不能说太委屈 我说实话 有点委屈 有点委屈 如果你说台湾股市现在要跨1万5了 那是不是太委屈了 我会说有点委屈 那各国股市 通通是一样 他就在一个区间整理平台 这边 吴宝 有没有 没错吧 就1万5千 1万5千200点到1万5千9这边嘛 对 这各国股市 韩国股市 这是区间整理平台 有没有 有没有 本来上去的嘛 突破了嘛 台湾股市如果像韩国股市 突破这区间整理平台 就是突破1万6嘛 没有突破 韩国股市先突破 结果韩国股市突破又马上下去 又回到这区间整理平台 又回到区间整理平台 所以 TOMEO 这个都是一样都是一样 这贵卖指数我们顺便看一下来 你说美国股市好像很惨 美国股市他也是 废办吗 你看看 这是区间整理平台 有没有 还没有正式跌破 快跌破了 说实话 所以这也是造成台湾股市比较弱 你看 然后勒纳斯达克 根本没有 区间整理平台在这边 底部在这边 现在这边 距离还有一段距离 有没有 道琼指数昨天要开高走低 对不对 道琼指数的区间整理平台更大 更没有到 好像在这边而已 是 所以他们就是在一个 范围内区间整理平台 根本就没有个方向性出来 居然没有方向性出来 你就不必紧张 同样我一直跟大家讲好不好 现在单纯小型股他回答比较深 因为 因为台积电 昨天还有什么 昨天前天自圆 是 今天什么 的联电都告诉你 对 本来要第2季要复苏 第2季调整完毕以后第3季就上去了 是 现在不是第3季还在调整库存 调整3季 可是这个 就跟 5月要升息一样 什么意思 理论上都是升息最后一次 理论上都是最后一次升息 理论上都是最后一次调整库存 调整完就没事了 升息最后一次就没事了 所以没有台股和股市 基本上他没有一个大利空 信不信有你台股市基本上没有一个大利空 好不好 好 今天我们标题要什么 不要怕 不要怕 只要信 对 不要怕 只要信 台股就是卡 先下后上 怎么样 不要怕 对 为什么这样讲来 什么 信吗 信 我要告诉大家 信不是个信啊 画面给我 信任我 信赖我 相信我 甚至信仰我 whatever 你只要信 相信这个行情他其实没有那么怕 你就要找个时间点去买进他 真的他真的没有那么怕 我在讲一件事情 他不像去年他去年很多利空 他五二战争 要通膨 是不是像中文都下滑了 他是一个往下趋势 行情 不会破底 记得清楚行情不可能破底 12629 基本上 99.99.9999 他不会破底 因为我是合法的分析师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我们没有什么叫百分之百一定的 不能讲这种事 因为全世界没有百分之百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99.99 我认为 不会破底 不会破底 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 就目前的资料而言 因为他没有更大利空 他就升级到这个地步了 对 那库存调整 去年是不是讲到库存调整的 去年大概第三季就讲到库存调整 也足足要调整一年 对 第三季库存调整 第四季库存调整 这是去年 第一季库存调整 本来说调整到第二季 没有像第三季 差不多 因为第四季忘记了 好不好 所以消费忘记 所以为什么行情每次都是 我认为说五穷六绝七散掉 为什么 因为最好相对而言 最好什么 最好是在12月 对 所以 为什么12月11月 因为11月12月 如果你们这个我粉丝就知道 我那时候最有名是什么 121多头归对 在11月21号的时候 刚好台湾股市都常是一个转折点 现在比较不灵验的 可是至少11月都是 买股票的 好时机点 你知道吗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你看 12629那什么时候 在10月20号 你看11月份的时候涨多少 11 12月份 从12629涨到 涨到15000 对 涨2000多点 所以 其实五六月 有时候因为 库存调整的关系 股价的确难做 可是如果五六月能抵涨这个公式的话 因为每个人到时候相信我 所有财经节目 包含福利社一定会讨论一件事 Sale in May and go away 明天过后 就什么 就是五月了 要不要五月 卖股走人 这是华尔街的名言 要不要 因为台湾股市以后五穷六绝七三调 如果度过五月的攻击 甚至五月份很能涨 他会涨一整年 记住这件事 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经验 好不好 你不要觉得 我在好像 在跟你开玩笑 韩国股市最后拉尾盘了 给你看这走势 来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股市没有大家想到这么 这么惨啦 好不好 还有什么问题问我来 你说 我顺便喝个水 好 头长想请教您昨天呢 联电召开了法说会 那股价呢是连续两天都收红K 那 联电其实他开出了法说会当中有很多 有好的讯息有不好的讯息嘛 那想问一下 投资长您是怎么解读的呢 我觉得就是你想的有好有坏 那好什么意思 他开完法座是涨还跌 你再看这些就好了 是涨的 我讲个我可以讲很多话 DG EPS 1.31 对 可创进几季的新低 对 这是好还是坏 有些人觉得是好有些人就坏 因为DG通常应该大家觉得更低 有些人预估说 有没有可能一元保卫站 EPS 所以 这是好还是坏 我只看今天股价表现 今天股价他是涨的 代表法说会过后 是 大家还是认同 为什么 因为 如果台积电率先调降 裁测 资源也调降 连电也调降 都是告诉你今年营收 连减 连减大概差不多 1-9% 或4-9% whatever 大概就是减少一成以内 那就是告诉你最坏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已经到下半年了 你已经到4月基本上下半年的订单 都抓到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你看清楚 来 今天要看我们这个台湾50 好不好 500多万的绩效 赚到的 可是这个我不是要选要 因为我都没有出 我都没有出 这是我们现在看的软体嘛 对不对 就骗不了人嘛 是永风软体 有永风都知道 按更新一次 再跑一次才是一样 好不好 我这告诉你很多人说 哲哲 你怎么 赚到钱 赚到900万没有出 我说 这不在乎 我在乎是 我在乎什么 信用 是信用两个字 好不好 信用两个字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一直要跟大家讲 等一下等我一下搜寻 好 范姐 是 那投资到我 没关系来我们找到了 郭子蓉看到 新闻都有找到我 郭子蓉搜寻0050 是 财经的果然是礼物 哲哲老师砸4000万买糖50 赚900万 最多赚 是不是4000万不止 砸6000万 是6000万 买糖50我的新闻 随便搜寻 亏600万变逆赚400万 现在赚更多 我说 亏钱 变赚钱 我是赢家 我是不是赢家 我很敢的去怎么样 赚大笔的 那赚大笔的前提是 你要赶赔 虽然这样听起来很残酷 可是是事实 赶赔不代表 一定赚 清楚 可是要赚大钱 一定要赶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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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很重要 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数字 我没有到1000多万我不会走啦 我去跟你讲 你久就知道我郭子蓉说话算话 不然我跟我秀这个 其实之前我900多万的时候我没有秀 没有 没有 没有秀这个就是软体有什么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炫耀 为什么现在秀 我不得不秀 如果安抚你们 是 我还没走 你们不不怕 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 好不好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所以 讲在前面 好不好我不希望 那你觉得说我是不负责任的分义士 但是 今天只要跌了都一定有人骂我 我只能说 我就平常心 我就直求对决 我尽量呢 凌晨有什么变化 5点多有什么财报 有什么有什么变化 我尽量写给大家 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我两点写文章吗 对不对 有看过三点写文章吗 有看过四五点写文章吗 基本上我就是每个时间都有可能写文章 因为只要大事发生 你记得一件事情 我一定会在 Kerogan Kerogan 写文章 LINE 也会大事 可是如果说 发生很多这件事的时候 我的LINE 只有写部分 我 百分之百文章写在 Kerogan 记得一件事好不好 Kerogan 记得一件事 Kerogan 记得一件事 Kerogan 现在有些人要骗你的账号 你不要乱给人家截图 给人家你也不要告诉他的电话号码 因为你朋友可能 被到账号了 好不好 先跟大家讲 好 这个车有点远 反正你加入Kerogan以后 我会告诉你怎么预防这些 被诈骗的 好不好 加入我的LINE 加入Kerogan 加油推文个人 这四个 除了这四个以外 通通比较强心 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讲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玩友们的什么问题 通常加油跟进联发科 通常你有在睡觉吗 因为我每天都在写文章 听者爱心 我也爱你来 爱你爱你 来 来 干什么干什么 爱心 好 来 认证分析师 压生家 压生家来看一下看一下 生家的现行真的 其实 就是像字元的现行 这都现在都很丑 好不好 好不好 其实现在都很丑 好不好 这资源现行 来我们要生家我们来看一下 生家 这个现行有点丑 其实景仙也破了 现在一堆股票 真的景仙都破了你知道吗 那怎么去看待他 我会跟大家讲说景仙破了 季仙也破了 照理说是不是应该走 如果就进入现行 你是要考虑走 那 我认为是 我觉得韩晴 他就要去清晰整理品台 就要在清晰整理品台修正是电子骨 他终究会回到 他该有的回到这几件事 都是最后了 最后了 到隧道的尽头 那个夜晚会特别黑 因为你会觉得快到了怎么那么暗呢 你明白吗 这是人性 这是什么人性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讲个东西逻辑给你听 你会爬山吗 会 但比较少 对比较少 我以为你是阳光女孩 好啦 这开玩笑了 那你知道爬山 你知道 上山 上山 比较山膝盖还是下山 下山 对 下山要承受你的重量 是 其实照理说下山会比较难走 可是很多人 你会发现到 上山 下山 会 比较花时间还是下山 上山比较久 上山比较久 对 不只时间上会比较久 你的心理时间也比较久 心理感受 心理感受 重点是心理感受 为什么心理感受 因为 你不知道上面有多高 一般人去爬山你不会说 我还剩十公尺 我还剩几公尺 你只是感觉而已你知道吗 是 你从来是爬那种专业的那种山 沿路都告诉你 你感觉这边要走多久 你不知道 比如说你去爬抹茶山你更不知道 我经过了教堂 就经过教堂发现才刚开始而已 然后经过休息的地方 以为大家都在休息 看开始 不是 无限爬阶梯 为什么 所以进到隧道 隧道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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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会特别的暗 这是一样嘛 这比如说你 你有发现到 同样的行程 同样的行程 假如你要开车去新竹 你走省道 去的时候 怎么样 你都觉得 去跟回就像是一样的时间 你都觉得去的时间比较久 对 那是你感觉 其实从到尾你都用Google打航而已 有 你懂吗 你都用打航系统而已 这就是人性 同样的时间你去 你一定 奇怪 去 也是一个半小时 回也是一个半小时 为什么我每次去的时候 还没到目标的时候 我心里会忐忑不安 我会觉得时间过好久 不对一看 Google时间差不多都是一个半小时 去跟回到一个半小时 可是我去的时间感觉 我体感时间 我的感受 好像三个小时之久 回来好像一个半小时 为什么回来好像一个半小时 因为你感 因为你已经知道回来怎么走了 你经历过了 可是现在你就知道吗 他是隧道镜头 他一直就是告诉你要升最后一码了 可是最后一码大家会怕 真的只有最后一码吗 这真的是隧道镜头吗 真的 库存调整 本来跟我讲说有些人比较快 现在第1季第2季的 现在第3季 真的库存调整 直到第3季吗 YES 就是到第3季 因为第4季他就忘记 如果第4季还库存还要调整 我告诉你 那个是走一个大空头 因为圣诞节怎样都会买东西 你听懂吗 好不好 圣诞节 中国农年新年 你懂我也是吗 我从爬山的角度去告诉你 杉杉 有时候你会去爬了比较久 去城 同样去 你要去花莲 去台东 同样的车程 去 跟回是一样的时间 你永远是去的时候 你感觉怎么样 比较久 比较久 对 那是你体感的时间 那是因为你满好掌握他 当你觉得满好掌握他的时候 你不确定的时候 觉得 哇怎么漫长 你现在经历这一段 所以我还告诉你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怕 只要信 不是这个信封袋 不要怕只要信 台股就是卡 他就是先下后散 真的不必怕 不要怕 只要信 愿意相信我 信任我 信赖我 甚至你信仰这一切 同样 行情并没有你想象中点重 我们 摊开来再看一次 你会觉得我身家跌破区间的没有错 可是只要大盘没有跌破区间 他行情就有得救 他就会散去了 有些股票比较热我死 你懂吗 他的修正整理 这我一直跟大家讲 所以我现在同学到这一切好不好 最近跟大家多一点互动好不好 认真分析 谢谢你 BileDeep 那个是DIP Deep也可以啦 好不好 大盘能招到15,600 明天4月催 最后一天是空军日 大盘现在 你的现在定义是什么 15,600 明天 今天多少点 明天15,600很难 好不好 现在15,411 我觉得明天才100点就大获全胜了 好不好 来我们来慢慢看 因为最近大家网友们 昨天很奇怪 来 华欣哥什么时候 智元有机会回答吗 信任信仰信赖 谢谢你 智元 智元今年有机会回答 他刚才问这个问题我没有看错 智元已经回答很深了 你要回答什么 我今天有买 我昨天不是说要买吗 今天有买吗 买了就赚了吗 对 我都讲清楚吗 还有什么 6799来劫 什么 买就赚 度涨7% 最后还是涨 有涨就好事 我管你涨一点 我这怎么说 这是台股的一小步 这次 却是5月的一大步 5月的一大步 你看 你看 这个莫名其妙的跌 他就需要一个 V型反转 再转一次 像这一次一样 再来一次发现 这个行情 这样子有没有 一根长红K 两根长红K 就会消灭你所有一切 你觉得台湾股市 是一个空头的言论 你记得这句话 今年做空 我认为 逃不到便宜 绝对逃不到便宜 因为 就我讲的 升级到最后镜头 是怎么定 库存调准 顶多就在一季 是 是要怎么样 库存调准一季 如果提早调准完毕呢 不好意思 噴出去 你说乌热战车呢 乌热战车本来就应该随时停了 怎么办 现在中国不是要派人吗 去跟什么 去跟乌克兰吗 讲和平的谈判 是不是 那是不是说服了两方 现在最有容易谈判的 可能不是美国 你知道什么不是美国吗 嗯 你知道什么 对美国人而言 他最不想谈判 他反而希望 打越久越好 打越久越好 说话说话 这是后悔政治学 为什么 对啊 反正 反正牺牲是你们不是 我会拖垮 第二大的军事国家有什么不好 你们打越久越好啊 乌克兰也傻傻的 你知道吗 就像我讲的 我说两岸发生战争 谁是输家 台湾人 你是输家 我不要去管政治载力 我讲事实啊 一次都不能发生啊 你管是谁或是谁啊 我只想和平啊 我是跟大家讲 台湾人是输家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你也不需要 仇恨对岸 为什么 人家对岸就比你强啊 这是事实啊 发生战争就是要有人死啊 是啊 你知道吗 乌克兰也是一样意思 我希望你能听懂这句话 不要一直牵润 啊蓝绿啊 你爱台湾爱台湾 我跟你讲 每个都爱起自己家人的生命 你要记得这句话 这才是重点 好不好 发生战争 没有赢家 好我扯远了 乌克兰 对中国而言 说明中国是他唯一谈判 因为调停成功的 这不是不可能的 好不好 所以乌克兰战争如果 突然发现了怎么办 突然就是说 有一个 不要说我预告成功 给你播成播 给你播重播 中国给你谈判成功 或者乌克兰战争 突然结束了 股市 像股市 利空全部都出现了 利多随时出现 画面给我 像股市利空 全部都出现了 利多随时出现 只要随便给利多 他就喷出去 好不好 乌克兰战争 这个不是不可能 好不好 所以不认对我错一切就预告前面 来来来 今天提早 为什么今天提早 我也讲过了 看个医生 看个医生 我也不是下午请假 我只是请 我牙医 我还一定要找公司附近的 我只是请20分钟而已 不好意思 我去了以后就马上回来 好不好 只要洗个牙吧 好 好不好 那 健康 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多看医生 非常辛苦 看医生 就在6日的时候我就去 深蹲 重训 跑步 就强迫自己 20几岁的我 我跟你讲 你不用 你不用拜托我 我每天去跑步 现在的我要 要勉强自己 可是我告诉自己 都是挑战 年纪到了不同 以前 随便动都没关系 好不好 不过现在状况好多了 膝盖不好的记得一件事 不要打PRP 没有效 我花了一、二十万 都没有效 你不如简单一点 打玻尿酸 比较有效 好不好 我自己症状 好不好 我也听过很多人的想法 好不好 PRP 可能医生觉得这个 高单价 这个话不知道 我只觉得说 至少 打玻尿酸有用 好不好 扯远 膝盖不好 什么都不好 我现在膝盖好很多了 好不好 那我希望大家 赚到钱是 能享受 健康 在健康的基础下 基础下 赚多的钱 赚该赚的钱 这样你才开心 好不好 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 好不好 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1904 震隆 震隆 我们今天也有来 来买进 好不好 我要拉回买 我不要 我不要再买啊 为什么 我就赌 探权交易所 是下一个主軸之一 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说赌 压榜 是不是赌 这是有 因为台湾就是要成为 就是要成立探权交易所嘛 是不是 这个就是 是必要成立的嘛 好不好 环保题材就是这样 那先涨 就先跌 先跌就先涨 有没有 南地是这样吧 先跌就先涨 今天虽然跌 可是他是红K 绿K 红K 他是红K 对 居然他是红K 就不必紧张 好不好 这是南地 一直跟大家讲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3624 关姐居然在今天 怎么样 看起来要串新高 看到 差一点 差一点 而且收盘价 也快串新高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你说这个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这种 MLC相关的 华兴哥也有做相关业务的 这个不应该那么差 华兴哥你该买一买 助理在提醒我一下 明天我可能会买华兴哥 华兴哥都直接敢讲 没有错 居然敢讲你也不一定敢买 好我老实说啦 是 现在连会员朋友都怕怕的 更换你不是我会员朋友 所以你至少发生是怎么样 昨天我是说我要买莱杰 今天莱杰一度涨就5% 我讲在前面 如果你认同这一波行情 哲哲 比如像之前SVB银行 哲哲 12点写文章 1点写文章 凌晨好多 就是那个花了好多时间去写文章 同没有 你如果发现到 哲哲是你见到最认真的分析师 你不趁这个时候逆转胜加入行业什么时候 对啦16500啦 17000点啦 哲哲 台湾50出掉了 你还考你还在想说 哲哲台湾50出掉 我到底 这个是看好还不看好行情 不必要就像这个行情 你要 静下心来 的确有些股票最近比较弱势 的确有些股票跌破颈限 可台湾股市它就在15200点到15900点 冲到尾就是群职整理平台 你为什么要紧张 他只是到隧道尽头的夜晚 他会感觉特别黑而已 可是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最坏的 只要你愿意 相信 不要怕 信任我 对 信 赖我 相信我 这一切 他没有那么困难 他没有那么困难好不好 他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3675 德伟 也是一样 德伟是最强的 所以车用相关他也是主轴之一 你要记得 德伟没想过他 筹码这么干净 所以德伟到时候会到400块 我也觉得 很正常好不好 我希望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厚话 我都讲在前面 林发科是先跌还先涨 他是先跌的 所以就会涨 来喔 联发科 今天662 明天最好把说 越普通越好 越差越好 我就看他礼拜二怎么涨 我认为涨 为什么 联发科是我觉得本益比最低的 你想他 拜托你都给他10倍本益比左右 今天EPS 40几块啦 你给他15倍本益比啦 你不觉得在侮辱他吗 你不觉得在侮辱他吗 他已经EPS下滑了 你本益比 韩大还要给他10倍吗 他已经下调EPS 你本益比也不要再跟着调好不好 你听懂我意思吧 除非他在EPS要再下调第二次 记我逻辑吗 你之前说60块EPS 好我10倍本益比 错了 是40几块EPS 可是40几块EPS 你不能给10倍本益比 他已经下调了 除非他明年还在下调一次EPS 你听懂我的逻辑吗 我已经教你教学的一个 我已经教你股市的一个 基本的一些架构 投资的架构 所以这边你就是 闭着眼睛 该买就买 买联发科 我叫你讲 我叫你压身家 真的是压身家压身家 我也觉得我最心良心 只是是你一年后相信我 还是三个月后相信我的差别而已 是你三个月相信我 一年后相信我 三十年后相信我 你的差别你听懂吗 像你买台积电影一样 千万买台湾50为什么 为什么你可以赔 600万 再赚到500万 再赔到600万 再赚到900万 那现在赚500多万 你面不改色 因为那不重要 因为我知道最后赚到1000多万 然后走掉 然后我捐款捐200万 回馈给社会 我就是股市赢家 我不是演的 有人像我这样子吗 你知道这一波 其实很多老师心情都不好 可是我可以给你打包票 我不想像臭屁 我不想跟他比较什么东西 可是我告诉你事实 就我观察 我绝对是你看得到 看压性最强的分析师 因为我知道股市中我就是赢家 不好意思 这不是用表演的 你会发现到到最后 我看压性很强 你会发现到到十年后 还是这张分析师 因为我天生适合他 就是我的热气 我追求对决 我不喜欢选一些 很奇怪的股票 我不想让你一丝丝怀疑我 跟任何主力配合 因为我不需要这种事情 出货给你 我不需要这种事情 我选股票尽量有价有量 好不好 你看我选 选那个探权交易所的股票 我自己在选政隆 选比较有量的股票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讲 所以 不论对我说 一切就预告在前面 你相信我 你也觉得你之前 我推荐股票 你有被套牢 你现在不知所措 你在徘徊中 你出掉 可能就输了 这时候不是要出掉 是打掉问我该怎么办 080668085 080来来帮一帮我 我希望我帮助你 真的希望你帮助你好不好 华兴哥我以前在买 年发科我觉得都不错 都不错 那个晶晶思雅记得一件事 年发科有的 我们再请他加码一下 我再跟我们特助讲一下 就跟大家讲 跟特助讲一下 所以有些股票 你做吗 他这样的佛心 没关系啊 因为我现在讲大家 因为一半相信 一半不相信这个时候 虽然昨天 直播点阅率很高 直播点阅率快2000人 可是 总计的点阅率不高 字幕版影片 就是死粉 不是死粉 死忠粉丝对不起 这样讲没礼貌 死忠粉丝 铁粉 是 更想看我节目 那有些游离分子呢 不想看 这代表什么 韩起他越有机会涨上去 好不好 我希望同朋友 你想看你要怎样分医师 我们看这些 智原 智原买了嘛 我讲的也有讲的嘛 对不对 我们讲一下预创 股票真的是蛮惨的 预创至好还拉起来了 算这种拉起来 是用黑K的方式拉起来 创委也是一样 好不好 创委就在9月 苹果手机还没有公布之前 都有机会好不好 都有机会 因为要Type-C嘛 对不对 我们看到镇隆 升加电子 黑档鼓票 金内之前 金内是进出 金内这陷阱真的太丑了 好不好 他整个破坏 他整理了 金内真的要整理很久了 好不好 金内要整理很久了 像金内这种限期 如果你真的想出 我觉得可以考虑 因为这个限期他太丑了 太丑了 可是 我觉得你做价差也不错 怎么做价差 你可以来询问我 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 真的比较丑的 金内 我也是跟大家讲 所以不认对我错 我一切就要前面 可是我觉得是要放骨操作 你不能全部都输掉 全部输掉就可惜了 好不好 所以我来看一下我们观众的一个想法 好不好 因为你都没说谢谢 输的都来怪我 没有错 我承认这是我讲过这句话 可是不適合在这个时间讲 我讲的是我让你赚到钱的时候 我会怪你这句话 你们真的很调皮 很淘气 我这样讲的东臭西臭 好像我很坏一样 那就是我说的 没错了对不对 投资长说下半年CPI 可能身在这会小不度上升 那是不是降息的几率降低很多 后面这边没有卡到 不会 可能身在这 可是我觉得讲过 来喔 如果变单100 100块变110 是10%嘛 对 可是持续一直110呢 就零了 零了 所以中长起来开始慢慢的会下滑 你知道吗 中长起来就慢慢下滑 那现在他只要CPI就算是5 5多啊 我也是5到5.25啊 我也是5到5.25 你听懂为什么 我想5到5.25是那个 费的那个 利率区间 是 他还是比 通膨高 就压了下去 压下去就不必要升息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降息 好不好 要跟大家讲 来来 泽泽很多股市金据 大家不用担心 我是用这个单吗 好不好 泽泽我老婆没 老婆娘家没钱押身家了 你老婆骗你的 我知道你老婆还有钱 好不好 我知道你也有钱 好不好 对我叫你老婆还有钱 好不好 来 还有什么 森达哥 森达哥 找台资源一直搭台 台资源 这个我昨天讲这下话 好不好 是 来 小三是谁 我不知道 你的小三 你都发现 小孩子的小三 你的老婆小三 随便你啦 你两个都有钱啦 你最有钱啦 投资没有好不好 好来 知道你老婆还有钱 现在变 我昨天讲的笑话的梗了 好不好 确实蛮认真 谢谢 不要欺负我泽泽 谢谢 对 有什么 因为也是有泽好嘛 对不对 有个泽嘛 我们两个都泽 好不好 心心相应 所以最后 你想看你要责善分析师 不论对我错一切 一切预告前面 申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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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势不错啊 这手势不错 没有到差啦 好不好 这现行还算OK 那个现行 刚才比如说金睿 他现行稍微丑一点点 所以他不论对我错 我一切 预告前面 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想清楚觉得 你讲的是对的 最后镜头他特别黑 你讲的是对台股就趋星整理平台 我看国际股市啊 国际股市的趋势 比你看的更合 任何线图 任何我讲的技术分析 都来得重要 国际股市他就在一个趋劲整理平台 你讲的是对的 我这时候确认是信心 我需要你 我确认是最 信任人的分析师 我确认是最认证分析师 可是我要打电话来 080668085 080来来来 帮你帮我 恭喜你 恭喜你 你选择对的人 不论对或错 一切也切预告前面 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也预助各位 赚 大 钱 谢谢各位 欢迎帮我们的影片留言按赞 如果在股票操作上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你来电下询 0800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注意 最近诈骗盛行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 LINE小组 S178 Tera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ra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